好 今天早上最先的画面 这是发生在台北市巴德路三段 有传出了汽车车司机跟乘客发生了争吵之后 两个人就在路边发生了争执 而且扭打起来 汽车汽车司机呢 他竟然随后呢 开车碾过了乘客 造成了男乘客的头部大量的出血 送医急救不治 而汽车司机在昭示之后 立刻驾车逃逸 道路上还留有斑斑血迹 前后方的挡风玻璃几乎群碎 停在路边的车辆遭到波及 驾驶接到警方通知后 立刻赶到现场收拾车内物品 车辆后方整个凹陷 拉起封锁线的现场 就是事件发生的地点 地上还留有两人打斗时掉落的鞋子 一名继承车司机和车内乘客 凌晨在北市巴德路三段发生口角 继承车司机一怒之下 既然开车拧过一名男乘客 客人跟继承车司机发生纠纷 然后他下车后 客人下车后 继承车回过头撞他 然后撞就像你看看那台车 被撞到那台车上面 被车撞过后 男子倒卧路旁 在路人发现后 立刻将他紧急送一击救 但却因为头部大量出血 宣告不治 而计承车驾驶在肇事后立刻逃逸 并在随后主动联络警方 目前警方业正积极寻找 这名计承车驾驶的行踪 周天新闻后宇翔金云 台北采访报道